以为朋友多了路好走 于是为了合群而合群 马不停蹄地去赶赴 一场又一场热闹与繁华 随着年龄见证 才发现 世界是自己的 与他人毫无关系 与其花费时间与精力 在酒桌上工筹交错 去结交一些无关痛痒的朋友 今天将和大家分享的是 你的人生高度取决于你独处的能力 在开始今天的节目之前 希望大家能顶记关注 美国作家梭罗曾经远离俗城 孤身一人在瓦尔登湖畔 邻居了两年 有人问他 你一个人住在那儿 一定很孤独吧 梭罗回答 我觉得经常独处使人身心健康 至今我尚未找到一个伙伴 能有独处那样 令我感到亲切 独处并不总是代表着孤独的苦楚 有时候它反倒是一种享受 它自有妙处 需要你用心体会 独处是一种真正的智慧 是丰富的安静 能与自己好好相处的人才有着顶级魅力 独处是成功路上的必要修行 古人约君子慎独 意思就是说 真正的君子 往往拥有更强的独处能力 诚然 古往今来 成大使者必懂得从热闹中抽身 在寂静中修行 寒寒高中读书期间 就是一个特立独行的人 他总是独来独往 不爱说话 也没什么朋友 当同学们呼捧引伴的消遣玩耍 他总是一个人安静地独自带着 在孤独中坚持不懈地写着自己的故事 然而 正是在这段独处的时光中 寒寒更加笃定自己的梦想 更加深刻地思考世界的样貌 逐渐积蓄力量 不断地书写 高效率地完成了自己的成名之作 三众们 多年以后 那些同学都成了云云众生中最普通的一个 而喜欢独处的寒寒 却活出了独一无二的光芒 独处是一个人最好的增值期 是一个人走向成功的路上必要的修行 善于独处的人才能避除无效社交 抛开凡尘琐事 专注于自我的成长 善于独处的人才能在寂静中思考 坚守提升 修炼一颗更加强大的心 善于独处的人 才能在这繁华而喧嚣的城市间守得住静谋 等得到花开 演员陈道明说 独处是对一个人的审视 他的生活恰恰是对这句话的最好诠释 在旁人看来 以他的学识经历 足可以称得上谈笑有红如 往来无白定 不论是被国学大师纪献林赞许过的才华 还是被无数观众追捧的演技 都足以让他在人群中成为最耀眼的中心 这样的人完全可以享受旁人的注目与追逐 但他依然选择独处 享受独处 闲暇时 比起在众多饭局 见往来逢迎 他更喜欢一个人待在家里 或是挥号泼墨 或是弹琴看书 时不时钻研古籍 兴致来了 就写上几篇早文 好友冯小刚曾笑话他 成天宅在家里的功夫不如参加一场饭局更有用 他却不以为人 如果人生都要追求有用 那该多无趣啊 正如周国平所说 人之所以需要独处 是为了进行内在的整治 一个人在独处时 才能将平日摄取的外界信息加以沉淀 不至于在反复的世界里迷失本性 经得起独处的考验 才能获得真正的平静 去学会独处吧 真正拉开人与人之间差距的 其实往往就是那独处的光影 会独处的人能不被名利左右 活得从容 在热闹的娱乐圈 陈道明活成了一股清流 他不经常抛头露面 更偏爱于独居一语 享受独处时光 他常常坐在 只能看到天空的窗前弹钢琴 随性地弹上两三个小时 他会抹好墨汁 铺好宣纸 花上一个下午 泼墨挥笔 画一幅山水画 他爱读古典文学 家里书架上摆了很多 每天都会在家里拿着毛笔 抄写道德经 这样安静却丰富的生活 让他始终带着一种甜静 优雅 从容 后来 他在杨兰的采访中 聊起自己独处的习惯 他说 现在社会在强调竞争 往往忽略和忘记了独处的美德 人生很短 不必非要用热闹填满生活的每个角落 不必总是要积极于追寻名利与浮华 欲望总是乱人眼目 唯有独处能让人尽心 保全一个捷径 从容争我的精神境界 学会独处 便是在这快速运转的时间 掌握了从容生活的秘诀 闲来无事 不必急匆匆的煮饭局 搭人脉 不如独劈抑郁 享受只属于自己的独处时光 打扫干净屋子 给自己做一顿精致的晚餐 享受一个人时的小缺心 晚饭后 听着音乐散散步 闻闻树木的清香 感受落叶的纷飞 捧一本书 泡一杯茶 在阳光的细碎投影下 安静地待一个笑 愿你能学会享受 这样的独处时光 慢下来 一个人匆匆融融 独作异域 浅笑安然 不炫笑不张扬 与安静中间丰富 从孤独中得清欢 便是最好的生活 独处更接近真实的自我 你是否有过这样的时刻 无论拥有了什么 内心深处 仍然得不到片刻的宁静与满足 只有当卸下伪装的面具 静静地独处时 方能感知灵魂深处的平静 那是因为 只有回归独处之时 你才能接近最真实的自我 正如舒本华所说 只有当一个人独处的时候 他才可以完全成为自己 阿里巴巴集团创始人之一 彭雷 在520全球女性 创业者分享会上 分享自己多年来 在商场中 摸爬滚打时的放松方式 无论多忙多累 要有自己的心灵花园 这座花园 有可能是书 有可能是电影 有可能是晚间的散步 是任何带给你平静的事物 在这个花园中安静地独处 与自我对话 发现自己 我究竟要做一件什么事情 我为什么要做这件事情 对自己和周围的人们 到底有什么意义和价值 正是有这样一座独处的花园 外界的压力 胜利和成功 让人感到无所事从事 都可以找回真实的自己 欲贴着真正的自我 踏实的前行 记得网上有人问 为什么很多人到家之前 总喜欢在车里再待上一会儿 一个网友这样回答 关上门 你可以是肖邦 可以是钱学森 可以是张大千 可以是葛优 可以是三毛 可以是张爱玲 你有你的世界 这个世界全凭你的意愿 打开车门上楼 你是一个父亲 一个丈夫 一个儿子 你需要考虑房贷 工资 柴米油盐 从公司到家之间 唯独在下车前的这段时间 是属于自己的 在这里 你可以暂时逃开外界的喧嚣 现下生活的伪装 哪怕只是听一首歌刷个端子 也能对疲惫的身心 带来莫大的慰藉 读来读往的人 并非是远离了世界 他们只是 坚守了一个属于自己的世界 从而创造出一个更好的世界 林慧英说过 如果想衡量一个人的内心 有多强大 就看他能不能一个人独处 孤独本是生命的常态 学会了独处 就学会了和自我相处 学会了和世界共处 往后余生 愿你能安顿好一个人的时光 让独处成为最好的修行 与朋友们共勉